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芷娜 大家好 我是瑪芳 今天我们要去看赛马会啦 对 明根和俊玛是我们哈斯克夫的银双翅膀 今天呢 芷娜就带着大家看看 巴黎库的赛马会 我们终于到了 拔舍羌 看到这个穿着花衣上的马了吗 看 其实给他们这样扎一个小鞭子 戴一个羽毛是非常有意义的 戴上这个马就会知道今天要参加比赛 也是主人就是为了方便认识 在远处跑的时候知道自己的马跑的地级 看这会儿咱们的这个马主们都在这里签责任书 等一下马跑回来了万一有什么情况 都是马主自己来担这个责任 大家看到那个头上戴红色头盔的那个男孩子了吗 他旁边还有一个那样的对讲机 好先进呀 他的主人可能等一下会在那个对讲机上说 这会儿把马拉住放开拉住放开 这么先进啊 我这会儿看到了咱们这边的选手打个招呼 哈喽的哈喽来来来过来都过来 你们几岁了 十三十三了 上几年级 六五一 三年级 那你几岁了 十岁了 你们几岁开始骑马的 六岁了 有没有从马上摔过 有 有 疼不疼 嗯 那你看 大家看到了吗 他们的个头都比较矮 然后比较轻巧 为什么呢 因为骑在马身上会比较舒服 比较轻快嘛 所以马跑着也不会累 他的名字叫手机的那个iPhone iPhone 啊 他这边有一个苹果 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比赛 三九个 得过第几 第一 第二 第三 他的血统是什么 咱叫 咱叫嘛 哪里买回来的 叔叔 这一里掉过来的 一万块钱买回来的 这个三万五 十五年了 我们家有十 十多个奖杯 十多个奖杯啊 哇 十多个奖杯 现在我 在我旁边的是咱们的冠军嘛 是iPhone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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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真的很奇特 要去参加咱们这个15公里的赛马了 来 快去吧 要上场了 有没有信心 加油 叫喊一下加油 加油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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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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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已经回来了 这个场面比较壮观 就是你亲眼看着会非常非常的壮观 给大家去找一下咱们的冠军马 冠军马刚刚来的那个架势 真的非常厉害 问一问主人卖不卖马 马的价格是多少 我找到咱们的冠军马了 也就是咱们巴里坡花园乡的 每次都是得冠军 哈喽 也是咱们这位美女的马 试察时候买回来的 采访一下你 八个月多的时候买回来的 我也发现你 我的时候都会买他的作品 是不是 那你说 就是 说我要卖这一匹马的话 你这样会买多少钱 我卖什么 我吃的什么 感情特别深是吧 一边好好学习一边训探 这个马就是他了 已经跑回来了 这就是刚刚咱们的两个小伙子 来来来 快快快快 第几名 第七名 你呢 二十八 二十八第七名 也是他们预想到的结果 而且今天咱们赛场上的马 也是有102匹对吧 几百零2匹马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是第三名 第三名来张张喜张张喜 恭喜你 谢谢 挺好的啊 得了第三名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很开心 很开心 对 还有呢 兴奋 兴奋 屁股疼不疼 不疼 不疼几岁了 十三岁 十三岁了啊 好好好 起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快乐的感觉 一快乐的感觉 还有呢 赛马是跟别的运动不一样 赛马跟别的运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反正特别好 特别好是吧 对 他 赛马他其实是锻炼我们人的这个平衡度 还会去锻炼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肌肉呀什么的 咱们手臂上都有力气对不对 嗯 我们哈萨克族的小朋友几乎会走路就会骑马了 所以呃我们这一生中都是离不开马的一年四季都会跟马友这种相处 得了名次的这个马不但是咱们呃主人的光荣也是咱们这些小朋友的光荣是吧 也是咱们整个部落整个村庄的光荣以后我们继续加油好不好 好加油 激动人性的时刻到了这会儿咱们就在进行颁奖仪式我们看一下都是哪几匹马 三岁子马 这是第一名的三岁子马玩 你看 得的是一头牛 看这是咱们的选手 或者你看第一名的马在撒喜糖 这是我们的一个习俗 我想抢一个喜糖 抢到了一个喜糖 咱们激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然后咱们三岁的马的这个冠军马得的是一头小牛 然后15公里的是马 然后20公里的好像是money好像是钱 然后几乎靠后的这些马他们都有奖品 哪怕是几百块钱大家都不会空手而归 欢迎你们来赛马 看在这里我的粉丝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